我手中這邊還有一支XS Max的手機 它是比較舊的 那貼的是這種雜牌的保護貼 那你看這種雜牌的保護貼 你在看它的這個邊啊 都撞的都破掉以外啊 輸油輸水層也都沒有 還有就是這種邊邊角角一碰到 很容易就是有這種破碎 那這個其實會滋生細菌 還有手會刮手 這個是建議都是要換掉 所以我等一下是一支XS Max的也會去貼上小好的 然後我們再來比較說 這個前後的差異喔 這真的是很慘喔 那我現在手中這個 15 Pro Max的是因為我們前陣子在測李森的吧 那李森這一片它是有這個聽筒有防護 然後它的邊是有黑邊 而且是比較靠近這種保護殼的邊緣 其實也是蠻美觀的 而且我覺得品質也算不錯啦 那不過就是 當然最好的還是小好的嘛 所以我們等一下也會去把它換回來小好 那來看說它這個邊的一些差異啦 當然啦李森這個我覺得它這個是手機殼送的嘛 所以我覺得可以當備用啦 那實際這一段時間測下來 這個保護貼也是非常好喔 雖然它是比較平價的啦 我覺得這個就可以 那我們等一下再去換成這個小好的 小好的就一定更好了 我們再來看一下說 我用的這個是Nomad的這個保護殼 它實際看起來的效果 這樣子 今天這一集我們總共會貼三支手機 那包含我的朋友的一支14 Pro Max 那就是我們準備出發了 好我們就到了這個黑栽科技 在通化街60 21號 高雄的朋友可以來這邊 小好的 它應該是它的特約的店吧 旗艦店喔 我們就現在就進去貼保護貼囉 然後它裡面冷氣開放 而且環境非常的乾淨 明亮 那你也可以看一些配件在這邊 我這個朋友的 它是貼普通品牌的 那它等一下呢 也要去貼這個 14 Pro Max的霧面看看 好那這個XS Max就貼完了 其實這個 各方面啊 這個邊緣啊 它都不會頂到這個保護殼以外 其實這個滑潤度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其實我這個XS Max上面是 這個刮痕 不過是手機螢幕本來就有受傷了 所以有一個小刮痕 不過那個不影響啦 那本來手機又壞了 重點是說我還會再去測試說 呃 再用一陣子它摔壞的程度啦 因為這個是長輩的手機 所以我們之後再來測 不過以它整體小豪的這個保護貼 這個就是 XS Max這個表現都是還是非常好的 在15 Pro Max的部分呢 我這次貼的是亮面的 那亮面的話就是 跟我剛開始 李森的那一個保護貼就有差別 小豪的它更進去 所以它的相容性就會更高 不過它這個 因為剛開始貼它這個保護殼 它可能這個膠還是比較多一點 它會卡一些灰塵 那這個的話呢 你回去的話就是 你稍微的用刷子刷一刷 它久了以後 它就比較不會去卡灰塵了 所以整體也是表現都是非常的好 而且很漂亮 所以我還是推薦說 畢竟這個一分錢一分貨 建議用好一點的保護貼 好那今天就測到這邊了 那像我朋友貼的保護貼 我等一下也會 錄一段它使用的心得 你現在貼完小豪的這個 你現在因為這全新的嘛 你覺得它的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它的那個滑潤度有沒有 就是順手的程度是做得很好 就是它比較 就像霧面一樣嘛 正常一樣它比較滑一點 然後 然後你覺得你之前 歷年來不是說你貼霧面有很多問題 大概是什麼問題 我之前貼霧面就是 也是貼那種很好很貴的霧面 可是問題是 它其實反而用久了之後 我有發生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這旁邊它會有氣泡 所以我就把它換掉了 那還有就是我們現在在講電話 連貼進螢幕的時候 這裡油油的 結果反而是不好擦 因為我以為霧面的是 霧面不沾指紋嘛 但是問題是我後來發現它不抗油汙啊 油汙會夠在這裡 然後我必須要用很用力 甚至用蘋果那個擦拭布 才有辦法把它擦掉 所以我常常就隨身都要帶一個 擦拭布很麻煩 那有的是說也有觸控的問題是不是 對之前曾經有遇到觸控的時候 我在換桌布的時候沒辦法換 沒有辦法換 那現在小豪這個應該不會吧 不會不會 我現在一摸就很明顯 那我剛才也拿我之前的 14Promax一年多的 它塗層已經有磨損的 應該跟你現在拿起來的也不會差很多嘛 對差不多 它的品質應該是算很好吧 對對對 所以你這一次這樣體驗應該是很不錯吧 還可以 好好那等你測試完我們再講 好好好 那最後我再做一個小豪的這個保護貼的一個總結 它有三個優點 第一個優點就是我覺得它的輸油輸水層 真的很厲害 所以它跟你市售的 或包含我上次測的那個李森 這個等級差很多 你摸到的時候就是手感天差地緣 第二個就是說 它的這個邊的這個抗壯的抗摔的能力 或者是抗衝擊的能力 是非常大的大概是比市售一般的也是都強 所以如果你很長手慘去撞到的 它的這個邊是不容易破裂的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的這個第三個就是說 它的這個邊的這種相容性 會比較高 因為它會內縮 所以你的保護殼大部分都是都相容的 所以 我是覺得它這是它很好的三個優點 不過你也不要覺得說 它的保護貼就是一定是 不會去受損 我有發現它會受傷的狀況 就是說 你不要去把手機的這個 兩支去相疊 比如說你手機的這個螢幕 這個藍寶石的這個 你可能一疊上去 你就會刮傷 所以它的一個弱點 還是你不要把兩支手機 這樣膠疊去放 所以就要分開 那一般的話就是它的抗刮的程度 應該都是非常好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剛開始的時候 也許這個膠的部分會 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這個縫隙 當然會卡一些小灰塵 你就用一些這個刷子 或什麼稍微把它 輕一下 或者是你把它吹一下 那其實就會掉了 那其實都是很好清潔的 那過一陣子的時候 它的這種卡灰塵的程度 就會降的比較低 所以這是它兩點 你要去注意的 不要去刮傷 就是兩支手機不要焦點 那整體而言 這一次在黑山科技的這個 我覺得體驗是非常好的 如果你高雄的朋友 你想要去貼小好的 你可以去那個通話街高雄的 六十二支一號那邊去貼 黑山科技去貼這個保護貼 然後其實黑山科技 它裡面它技術很好以外 它在包膜 跟一些相關的配件也是很多 你們也可以去走走 好那今天自己就要知道 希望對人會有幫助 有!